即使離開了市府 前攝影官的臉書 還是能看到側拍 城局公開行程的照片 從2007年 葉菊蘭時代就進入市府 在城局市府 總共待了12年 被議員質疑 內神通外鬼 我聽說 有一個Q版的韓國瑜 在高雄為首領 每個禮拜要開一次會 還有一個爆炸頭 他每一兩個禮拜 也要來高雄一趟 一說到Q版韓國瑜 還有爆炸頭 固定時間 高雄密會 韓國瑜無奈點頭 似乎是都知情 但卻無法點破 內容到底在談些什麼 為什麼必須 還是要繼續集結在高雄 做這一些小動作 你們自己內部在做任何事 其實自己內部 就會卡自己人 這些人可以看得出來 從中央到地方都有 那更可怕的是 地方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還有多少的吳建宏們 你現在沒聽他的話 會不會發生問題 將來是不是日子不好過 因為這樣的一個論調 就在文化局裡面謠傳著 所以人心惶惶 每一個人就按照這些人的指示在做事 那這個人就是Q版的韓國瑜 爆炸頭其實是 就是Q版韓國瑜的 以前的老長官 高雄動作的Q版韓國瑜 跟爆炸頭是誰 陳立娜沒名講 但外界都猜 一個是文化局長出身的前副市長史哲 還有前市長陳菊 高雄市長是一個院俠市市長 如果因為政黨輪替被監控的話 這是完全違反民主 違反法治的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韓國瑜直指政黨輪替後 有股黑暗力量升級市府內部 但畢竟前朝執政二三十年 這股勢力怎麼剷除 也成為韓市府目前最棘手問題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